欢迎回到五间总计的时间 彩岸身边的嘉宾 仍然是要材证券市务总监 国师至郭sir 郭顺利好 郭sir先和大家看看恒指最新表现 恒指升124点到21540点 其指升120点低水28点 国企指数升132点报10624点 今日内地股市三大指数半日市都升超过1% 今日公布了内地的第三季GDP数字 符合市场预期 大家都在憧憬内地第三季经济见底 第四季就会回升 昨天温总的言论大家都有憧憬 是否市场开始要起步 其实市场不单止要起步 我想整个A股有机会见底回升 不过现在等一个技术上的走势 就是我看看上证指数 能不能成功升破2177点 我先讲讲讲故 这一阵由19076点 9月6日的上升 到现在为止 整个逐沉顶的格局没有变度 我所说的顶是今年全年的高位 2月20日的21760点 如果一旦成功突破21760点 整个大市进一步向上网的目标 应该是去年8月1日的高位 是22808点 大家记得 22808点在去年8月份 当月份跌了3940点 9月份再跌3976 到10月份 头两个交易点 再进一步跌109点到16170点 才是止步回升 欧债危机 当时充策着整个市场 机构性投资者一面倒 差不多全面沽货靠边站 把资金拍在债券上避险 正因如此 到现在这刻 不少基金真的要追货 因为手上拿着的组合 如果回报仍然偏低 到12月底 拍平指数 你一定跑输大市 基金经理很难交代 这一点在过去这几个月 我一直都指出 也不是第一次说 好了 整个大市 由9月6日的低位19076点 开始到现在为止 如果深水清的 会知道 从来未试过连跌两天 即是 一天跌 翌日已经升回 为何会这样 因为基金在市内 任何一个水平一跌 都先行舍手去接货 因为本身持货不够 那你当然要买 大家都希望便宜 但你个人想便宜 又谁扔给你 是吧 放着一个大市 到现在 整个咬着上的格局 是完全没有变 一买了就收买 一买了就收买 因为等着买的钱 还是很多 这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再说 在9月份的升市 9月7日到9月14日 短短的 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大市遗留了三个上升列口 为何一个星期出现三个上升列口 如果外围突然间飙升 或者A股突然间回暖 买意就更加急 大家愿意 是更加高的指数 去接货 最关键的是 9月14日的上升列口 20146点到20475点 这329点列口一直摆在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意思去补 当然了 现在指数到21,500点 列口顶部20475点 差1,000点 当然不需要担心 因为已经升了 但要留意的是 10天平均移动线 现在升下升下 其实已经是相当高 指数一直在10天线上走 你的头就继续向上望得 一旦升下了21,760点 目标直指22,808 但既然大市现在到了21,000、22,000的水平 我们不妨做一些风险管理 如果指数 我不管哪一天 稍微反复 而试穿了10天线 一天就不用怕 一天我不知道是真穿或假穿 但连跌两天三天 即是连续两三天 低于10天线 即是代表市场 可能会进入正常的升后调整 升了2,000多点的市场 调整几百点 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所以如果要买货 在那一刻就不要不急 让市场顺势走回浸施 然后在低位的时间 再看定些来入市 来到现在这一刻 如果一直不买不买不买 到现在你才想追 你最好抱着心态就是 买一点点 万一还是买对的 纯粹是短线的 你便顺势而行 好过不幸 一买下去 明天市场反复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用担心 就看你买什么货 和注买是多少 一般来说 现在都不会太用 所以在那一刻 其实不需要太着紧 去沽货、止蝕等 因为你入市那一刻 你问一问自己 你是中线还是短炒 如果是中线的话 市场下跌的时间 先拆在双手 等到调整到某个水平 你再摆手下去再接货 因为后市始终还是要上 只不过现在这一注 我买贵一点点 我有资金在下面 我慢慢再买 拉回平均价 我都不会产底给你 市场一抽回上来 我就已经见家乡 甚至乎有钱赚了 但是你一定是要 现在这个水平 进去做一个短炒 说明是短线的了 那就不用买厄 自己定下止蝕位 一旦不对板 止蝕就止蝕算数 因为早买前买 市升了二千多点 你才入市 你要承担反复的风险 大家要谈记这一点 另外刚才提到 内地股市方面 看到今天半天的时间 三大指数都升超过1% 刚才郭Sir提到 比较重要的位置 就是二千一百七十几点 现价来说 我们的股市 上证绕合指数 半天到二千一百二十七点 是否真的开始发力 是否见底 A股方面 A股初步 我自己看 是一千九百九十九点 是见底 但是这一分钟 在技术上 不能够确认 你看图仪竞制度 没错 上证指数 已经是升破了 这条下降通道的顶部 一段时期 但是我始终都不肯 要消除这条下降通道 为何呢 因为万一你一个不小心 不生性 落一落去 你又再跌穿 所以为了稳固起见 我看看 这个技术上的阻力 9月7日的2145点 最重要 就是2177点 是8月10日的高位 如果上证指数 能够升破2177点 我可以跟你说 这条下降通道 我会考虑取消它 因为那一刻 漸漸形成一个短期的上升轨 那时看上去 那就不用管这条下降通道 不过暂时未行 好 谢谢郭sir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郭sir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哪种有持有 我持有内银股 谢谢 转头回来 就是下午1点钟的时间 就会有发达赶场的环节 就会和大家继续看着大市的表现 行指方面 看到半日市是升129点 半日报21546点 期指升120点 低水33点 成交额方面有337亿多 国企指数方面升135点 半日到10627点 升超过1%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午1点钟发达赶场环节 再和大家见面